感谢伟大的妈妈五谷区公所则是在母亲节前夕 在当地知名的餐厅举办的模范母亲的表扬大会 那么这一次总共表扬了20位的模范母亲 当天包含的区长还有多位名义代表 都特别到场表达对妈妈的祝福 而其中陈名义议员则鼓励大家 要记得给妈妈一个最温暖的拥抱 为了感谢伟大的妈妈 五谷区公所特别在当地餐厅举办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这一次共表扬20位模范母亲 包含了区长陈名义议员等多位名义代 都到场表达祝福 我们所有模范母亲 我们的母亲 我们比较稚举办 比较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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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简单 我们不是比较像酒人还是在乎人 但是妈妈为来就是平凡 中的不平凡 昨天参加泰山母亲节活动的时候 报告区长他们设计一个桥段 他们要他们家属都要抱妈妈跟亲妈妈 我们等一下也来试试看 很多人这样穿我们屁屁举 说真的对于旁边的人我们很感心的 对于旁边的人我们都很大方 可是对于自己的家人我们常常很腼腆 所以等一下各位模范母亲 一定要要求一个家属好好的抱一下 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美满 我举到我们的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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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在家人的陪伴及公所的用心安排下 相信每位模范母亲都度过了这一生难忘的母亲节 以上新闻记者五谷采访报导 同样是这个母亲节的活动消息要带您看到的是 新庄青商会呢则是举办了这个大声工的比赛 鼓励所有的子女们大声的说出对妈妈的感谢 那么当天还特别举办了这个议检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活动 让整场的这个会场的活动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活泼 妈妈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不崩各年龄层大小朋友透过新庄国际青商会所举办的大声工比赛活动 对母亲伟大的辛劳表达爱意 并且和大家分享参赛的心得 我刚刚对我妈妈说我爱你 我也觉得上他这个活动很高很开心 妈也很爱我妈我参加这个活动也很高兴 我们今天上他这个活动很高兴 那听到他们说我爱你我也觉得很幸福 青商会长也说出了举办活动的主要目的 新庄青商举办母亲节的大声说爱 那在此就是借此这个节日就是感谢母亲节 感谢所有天下的母亲 尤其他就是针对新庄的乡亲 请他们的妈妈就是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特别让他们小孩针对对他们父母讲大说爱的这个非常有益的活动 节目进行到摸彩的时段主办单位邀请到皇陵议员到场与民同乐 并且向伟大的母亲献上祝福 母亲是非常伟大的没有母亲 我想就没有我们大家的成长跟快乐 家庭的和谐和幸福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快乐感动的母亲节 我想每个人都能祝普天下 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除了大声宫比赛 现场还有替母亲免费意见换个亮丽的造型 让排队等候的妈妈们好开心 然而当天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也在青商会热心公寓的气氛中画下最快乐的完美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